多文第一阿南,阿南,佛陀十大弟子之一,佛典位阿南有三名,据法华文句卷一诞,一阿南陀,意义为欢喜,受持小城堂,二阿南八陀,意义为欢喜贤,受持杂堂,三阿南佛嘎,意义作欢喜海,受持佛藏,另据翻译名一级十大弟子篇所载,阿南能持三种不同之法堂,随其功德而受称,故有三名,即一阿南,意义作性 以能传持生文而得此名,二阿南八陀,意义作戏贤,以能使持元教堂而得此名,三阿南加罗,意义喜海,以能使持菩萨藏而得此名,据原《绝经》列书之解释说,阿南善能受持,洪传佛陀一代大小之法堂,世人有传之法而但叹其得,故有阿南三名之说,阿南戏佛陀的堂弟,出家后二十年间,为佛陀之常随弟子, 一直充当佛陀的侍者,善祭义,对佛陀所说之法,多能朗朗祭诵,被誉为多文第一 据《北本涅槃经》卷四十记载,佛陀对文书施利说阿南,具足八法,能持十二不经十二分教,故称阿南为多文藏 八法即,一,信根坚固,信,即信顺,根,即能生之义,为阿南听如来所说十二不经,信受坚固,由此信心则能生长一切善法功德 二,其心致直,至,致苦致意,为阿南听闻十二不经之后,则其心致直,常依正法而住,永离虚妄携取之见 三,身无病苦,为阿南累劫勋修,其利他之善行莫可测之,故身无病苦 四,常勤精进,以不杂为经,无见为尽,为阿南听闻十二不经后,一心收持,如法修持而不懈怠 五,具足念心,为阿南听闻十二不经后,心长夜念思维,而不令忘失 六,心无交迈,为阿南听闻十二不经后,兼能义而心不放异,亦不交迈于大众 七,成就定义,为阿南听闻十二不经后,能依法修设其心,而成就禅定 八,从闻生智,为阿南听闻十二不经后,一句无量,使智慧增名而无不了达 阿南在当时的僧团比丘中,年龄最轻,相貌又非常端严,聪明而多闻,佛陀很喜欢他 摩赫波都波提,当初帅五百侍女要求出家,佛陀 不准许的,阿南为之一再请求,佛陀方使用八经法,准许成立比丘尼僧团 因为阿南对女子的出家,很是尽心帮忙,加之她的人缘很好,尼仲对她很恭敬 据说她和大家夜路过比丘尼的僧团懒弱,比丘尼总是最先请阿南开示,然后再请教大家夜开示 可是,就年龄,法辣,戒型,大家夜总是高过阿南,而比丘尼们却不管这些 阿南曾经给摩登嘎女迷惑,但佛陀很关心她,用方便的方法叫摩登嘎女出了家 阿南常因这些事,给佛陀增添不少的麻烦 但阿南心地善良,强积的智慧,可以帮助别人,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她 因为她做佛陀的侍者,经常跟随在佛陀的身后到各地洪化 以着的因缘,如大海式的佛法,完全流入阿南的心中 有一次,阿南在梦中梦见七世,疑惑不解,将七世问佛陀 这七世事,一,梦见大江河海,都给烈火焚烧起来 二,梦见太阳将眉,娑婆世界一片黑暗,阿南自己吃力地头顶着虚拟筛风 三,梦见比丘,不依佛致批大家沙 四,梦见比丘法医不全,直踢在荆棘丛中 五,梦见繁茂的沾檀大树,有很多的山珠爬爵树根 六,梦见年幼的巷子,不听大象之言,见他轻轻的绿草 脚着轻轻的河流,大象无法,只得避而远去,独至清水梅草之处 向死遨游不知,等到水草伐掘的时候,都因饥渴而死 七,梦见百兽之王的狮 此去,飞虫鸟兽不敢侵蚀,但从狮子的身内,还有虫出,还吃狮王身上之肉 佛陀不胜感慨地告诉阿南,都是未来事情的征兆 并未知解说,一,象征未来的僧团比丘,违犯佛陀教士,为取得供养,负起斗争 二,阿南吃力的头顶须泥山,遇事佛陀九十日后将入涅槃 大众比丘,诸天人们,将由阿南来为他们起受惊教 三,比丘不依佛制搭一,遇事未来比丘开眼说经大会,持着佛陀身法 只口头空讲而不奉行 四,比丘法一不群而直踢于荆棘丛中,遇事佛陀涅槃之后,未来是有很多的比丘,气界乐俗,欲养妻子 五,很多的山珠爬学沾谈大树之根,遇事未来是知笔 不发心宣扬佛陀正法,只顾自己的私利,已经颤佛师为生 六,遇事未来的僧团中,年少后学不听持戒长老和明经比丘之教会,不肯信受奉行正法 七,遇事佛陀涅槃之后,佛法不为外道所伤,反为教团惜众弟子有坏佛陀之正法 佛陀以黯然的神情,为阿南叙说了他创建的佛教未来的前途,多闻的阿南听后,心中很难过 据说,于佛陀生前,阿南未能开悟,佛陀入面时伤悲而痛哭 后受大家业的教诫发奋用功,终正阿罗汉果 于首次圣典节集时,被公众指选为经文送出者 又具复法藏音源传卷二载,佛陀传法于大家业,大家业后又传法于阿南 故阿南未复法藏第二 阿南与佛陀入面后二十二至二十五年间,于秦该河中游地区世纪,入祭前 将法复主于上纳和修 根本 Claudia 及前 Intelligence 入祭的耳训